反过来一下子你认为权力在你手中 你要怎么分配资源就怎么分配资源 这是完全扭曲了民主的精神 完全没有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 就好像一个进球场打球的球员 他要打球可是也不遵守游戏规则那样 那在这个方面赛福丁他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是完全不认同政治人物这种 无中无人啊嚣张跋扈的作为的 Well Dr Mohavid also claimed that the Chinese being ungrateful Do you think the voters should be grateful in that sense? To me, the end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to the Chinese voters who saved us in the 1999 January election I mean,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 don't think election is about being ungrateful or otherwise I think it's about choice So people go to the federal courts to make a choice And once they have made their choic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accept it And it's a democratic country You have the right to vote for any party you want So to me, whether you choose my party or you choose my opponent it is still a wise choice I know this sounds funny to some people Because in Temalu I say I thank the Temalu workers for making a wise choice And they say, what do you mean by a wise choice? They voted against you They voted against you I said, look, the people is wise Don't tell me that they vote for you They say they aren't wise And the moment they don't, they say what? Remember, five years down the road We still have to see them again Yes, yes, yes I mean, politics aside We just have to accept it That this is their I mean, you can go You can have rallies, blackout or whiteout You can have petitions Yeah, but as far as I mean, in as far as democracy is concerned Once the people have, you know, made their choice It's their choice You just have to point out 對呀,沒有說 選民一定要支持你的 否則乾脆就不要選舉算了 那國家的資源呢 是屬於全民的 那這個大家都懂 你作為政治人物 只是暫時受委託 去管理這些資源 但是過去五十多年來啊 我們大部分的選民 因為不知道我們的權力在哪裡 所以呢 就讓這些政治人物有盡可乘 以為有個權力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 去动用国家资源 滥用国家资源 那国家资源 到最后变成 他们用来收买民心的私产 私人财产 但是这一切 随着308跟505之后 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那现在你在巴萨 也会听到那些安哥安弟在说 他们做的不好 五年后 我们就换了 那你看 这就是选民懂得他们的权利 他们对政治人物的要求 就是要他们有表现 而不是看他们 给什么小恩小贵 一些眼前的利益 他们会说 弄干净屋子前面的勾局 做好前面的路 修好大路的街灯 那你不过学校 你就去挤学校等等 那个是 谁做政府都应该要做的事 不能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 就是你给予人民的恩惠 就好像我们做打工仔的 老板请我们回来 就是要我们做工 我们把工作做好 那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们真的做的不好 被炒鱿鱼 我们也真的无话可说了 那其实回头看这些领袖 或者报章 针对华人喊笑的言论 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故意不去看 还是只是为了要转移世界 还是只是要寻找代罪羔羊 那因为以现有的选区划分 选民结构 选民的人数 华人的分布 以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只是通过华人 是不可能改变 五国现有的政策局面的 那我们之前也提过 在五国这样的政治限制底下呢 如果没有马来人改变 根本就是徒劳无功啊 在308之前 华人没有投反对票吗 有啊 那其实历史上 华人投给行动党的票呢 是比马拉多的 可是为什么 之前都没有办法 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那是因为啊 马来人这支在野党的势力 还不能够成为气候 那308和505之所以 看到比较明显的改变 那是因为 马来选民也做出了改变 那再加上 华人原本的反风 才掀起了308和505的海啸 那我总最高理事塞福丁 他自己呢 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也清楚的知道 在五国现有的状况下 只有马来人改变 才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景象 因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马来人还是占这个国家 最多的民族的 所以当我问他 哎 如果马来人不改变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改变 我国现有的政策节度呢 他的答案 是 我认识 我认识 是否可以成功的 要求更多的 比例 更多的 比例 做得更多 我可以知道 是非不需要 美国人 是非不需要 人们 为这种 共产党 但是 我认为 是不想 去 所以因此,我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选择的选择 为什么你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选择的选择 为两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这些人还有一种关系 关于法律的法律 我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选择的 因为这种选择的法律 是保护的法律 但是我认为这种选择的法律 我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选择的法律 是一些我的国家在南南南 不觉得这样的 第二个 我想可能是因为 我认为了很好的 这段时间 比 2008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更改变 更加给其他人的 所以我认为因为的 那么多的 做完的参考是最重要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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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